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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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英文的時間 As usual, my voice is quite busted 聲線未見完美 但大家聽到 我們學英文 就跟人家往 好像廣東話也有很多 隨口的術語 She did that for some weckle reason Wackle是甚麼 W-A-C-K-O 總之是weirdo 古靈精怪 難以明白 無得說 Wackle 你就要聽多一點 我最怕 一些學校級的人馬 上一輩 告訴你 Long time no see 是很久不見 好久不見 就不是正式英文 就不准隨便用 在外面說的 沒有人知道你說甚麼 都沒有搞錯 在英、美、澳、紐、加拿大 這一類的西方英語國家 全部都有人說的 不單止是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talk That's the title of my book 我簡直有一本書 就叫做long time no talk 是想年輕人不要太擔心 說這也是清 English 那樣又不適合 這裏漏了個s 那裏應該plural 這裏subverbial adverbial phrase 這裏subjunctive 搞得很辛苦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talk long time no hear 何時有這樣用 有 正規的西方 近代英文小說 有人打電話給主角 很久沒有出現的 主角就一句 彈回頭 hey long time no hear 這個是已經約定俗成 入了英文的術語來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 譬如 你問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小朋友全部懂得回答 I'm fine thank you 老師教的model answer 是模擬標準的答案 但是如果別人一個不小心 問你How is it going?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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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How is it going? 是一樣問你近來怎樣 即是怎樣 有人會回答I'm good 老師講過 I am之後 要講Well I am well I am fine 變成I am good 沒有解 文法上不是那麼好 但事實是可以這樣說的 How is your sister? 妹妹好嗎? She is good 你可以這樣說 千萬不要人家說錯 這是人家的流行用法 你進去買東西 在一個店裡 我們中文也有說 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英文就是他懶 他本來就說Can I help you? 他就省回 省回道氣 Can I? 不說的 就這樣一句 Help you? 那你又這樣聽 甚麼? 不斷說話 簡化 Is that you? Is that you? 懶 懶 飛了頭的字 That you? 那天在街上看到 那個人是你 That you? 那你就不要讓人說 基本的英文都錯 不是 是口語的英文 正如最後這個例子 我們不如做甚麼 Let's go to the cinema tonight 他回答你 OK Let's 講完 不用再說 OK Let's go to the cinema 你之前說 Let's 甚麼 有甚麼提議 可以簡化到這樣 所以英文是隨口的 日常溝通的工具 就不用天天是 抱著文法 好害怕 這裡錯的 那裡不對 就不需要說 Victorian English 為了你 女皇時代的英文 不適合潮流的了 Bye Bye